我想再補充一下 大家不要看他有很多订阅 你留意一下他看人数 他有1600多订阅 他通常官刊都是二三百 小猫三两只 其实有时候 我想说他很多时候都是抽人水 他借林华车、男神娱乐 借什么架 他最早期看他出道的时候 他都是借人家的名字 根本就是沽名钓鱼 他在那里 他其实没什么学识 他其实 其实我不太贊成这样做 你自己靠自己实力上位就算了 你靠别人的名字上位 其实根本上 林华车、男神娱乐 虽然林华车、男神娱乐 可能表面上很多负面 但这个李献隔大奸 他表面上好像是 自己受罪者 其实他更随忍 所以我一向都是看不起那些偽君子 真小人起码 我都知道 其实他经常抽人水借人家 他经常都 借流华车的名字上位 经常在那里 不断说流华车 不断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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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成功了 不断借他 他以后都是用这些手法 甚至他有时伤害了 流华车身边的朋友 有个朋友都被他 常常这样说 借他 人家无辜 你又烧别人的朋友 还有很多手法 就是说 我看不惯就是说 还要抱住 就是 借人家的名字上位 在那里沽名调 如果算了 借人家的名字 就是 当你一种手段 最不耻就是 他觉得 你直气壮 觉得很理所当然 最好好笑 是完全是 厚顽无耻 无耻之心 没有一个悔过之心 觉得自己 他觉得自己 根本就是一个 觉得什么 合适 我什么问题 他根本就 利用别人的名字上位 没什么实力 所以我自己觉得 他都 你用别人的名字 不要紧要 你交到有受害者 你搞到有受害者 其他人 你可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 有没有去说其他 那些 中伤他 或者誇大了 那个问题 他那些手段 都比较恶劣的 借人家的相位 你借人家也算了 底线就是 你不要伤害到别人 你是伤害到别人 还有你是 你是自私的 你不是真心为观众的 你是为了 自己 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去告诉观众 你如果 你纯粹去取悠观众 你纯粹 希望带来快乐 我欣赏你 如果你是 你是为了一些利益 你是为了 个人宣示 个人仇恨 你是为了 个人的目的利益 或者诈骗 欺骗 你这些是人渣 那 好像我这样 我拍 我不是还了出名 我都不太会说话 那 我只不过想说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 理解我 同情我的感受 我今天说到这么多 希望大家明白到 我可以揭穿他这个 大奸狗里圈契 他真名不是叫这个名字 大家有什么 再想了解一下 可以联络我 那 有什么事 可以将来有兴趣 再联络我 那我今天说到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